真的让人没想到 金秀贤在自己目前公布的 最后一场雅加达粉丝见面会上 不仅仅奉献了盛宴般的演出 还藏了不少的惊喜 当然很多事情竟然飞回了回旋标 让香港场的节奏安排 成为吐槽对象 真的让人忍俊不禁 当天在雅加达见面会 在涉及《类之女王》片段里 有很多聚集花絮的场面 甚至还出现了 前一周金志愿来到雅加达时 在见面会提到《类之女王》的举枪场面的 这套服装 被选为红海人服装的获胜者 金秀贤在雅加达就拉着大家看这一幕 他是怎么用开枪教学 都坐在一旁的海人本体笑的 并且拉着粉丝们看剧情画面的大家见过 看花絮的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俨然一个大型蓝光录制现场了兜 不少人就好奇 为什么主办方要进行这样的画面选择 结果在社媒更新中 有人提到工作人员说 粉丝见面会的所有主题和形象 都是金秀贤自己选的 并且每次金秀贤的粉丝见面会 金志愿的脸都清晰可见 而每每这样的画面出现时 都引起全场粉丝欢呼 金秀贤也非常享受这样的画面 而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似乎有些事情他就联系了起来 我们日前在谈到金秀贤香港长见面会时 在现场 第一次大规模出现金志愿的喊声 是在大屏幕出现金志愿的片段时 有一个细节是 当时的金秀贤看到视频结束时 突然说了句 这么短吗 当时觉得可能是他意犹未尽 但如果向上面工作人员提到的 都是由金秀贤自己选择的话 那他肯定是知道视频内容的 不过却没有放完就停止了 才说出来那句 这么短的问句 不过当天所有人的焦点 都放在了慈禧笔伏的喊声 和金秀贤突然的那一句找到了的解读 当然要说雅加达的名场面 惊陷了粉丝催婚一定能排上号 当时粉丝来到了台上 离金秀贤最近的粉丝 身上的T恤全场瞩目 印花是大大的金秀贤 与金志愿的卡通头像 让全场人起哄 而这个粉丝也举了一根手指头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不过整个氛围拉满 甚至有人给他做表情包配字幕 我和你只说一次 和金志愿快点结婚 而当片段流出后 引发粉丝热烈讨论 其中一个秀斌提到 作为印尼秀斌 我能很负责任的说 金秀贤FM主持人肯定也克金晶 而且还住了不少工 比如在金秀贤面前 只着苏文的衣服问好不好看 还特意重复了一次 我问你 这个好不好看 然后金秀贤回答了 韩语言的好看 当然 对于这个画面是有其他版本的 是说金秀贤是看见了 两个戴蓝色头巾的粉丝 然后问他 为什么颜色一样 是约好了的吗 而说的好看 也是指的头巾 不过当他说出好看时 现场的呼声和他的表情 不要太好笑 不管指的是什么 相信现场粉丝的目光 也都聚焦在金金CP的衣服上 而他说的 颜色一样是不是约好了 不是 秀曼 你有空管别人头巾 颜色一样不一样 怎么没空管管你自己 每次衣服和金志愿 撞色撞款 在机场被粉丝疯传 甚至还做出了 毫不违和的铜框图啊 他还提到 有另外一个视频 主持人问金秀贤 要是他有一个妹妹 那么你知不支持他和白贤又在一起 金秀贤回答了 当然支持 马上在一起 马上结婚 这个画面真的让人想起了 《泪之女王花絮》里 金秀贤在和金志愿对此 他这个疯子疯狂地指着自己 说就要嫁他这样的人 而金志愿一直盯着他 然后谁也没想到的是 主持人接着说加油 别忘了给我们发喜帖 这根本就扒杆子打不着吧 喂 假想的表妹和白贤又 和喜帖有什么关系 不少粉丝认为主持人明显知道些啥 并且金秀贤团队默认了他可以这么做 不然他也不会在场上这样聊 而在当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非金秀贤突然喊出的那一句金志愿 当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幅画面 当时金秀贤在见面会下戏 享受着粉丝们的呼声 不过全场的喊声变成了金志愿 当时金秀贤的耳返并没有戴上 他听到了大家的喊声 只起身当着粉丝 说出了句金志愿 之后说出了请把目光再关注到我 让粉丝笑出声 但也是他这样一句话 引发了争吵 甚至不少人认为 这些印尼粉丝不尊重金秀贤 让他冷脸了 但其实真正不尊重金秀贤的 恰恰是说这样话的粉丝 我们先抛开现场 他开心的表情被说成冷脸不说 一个合作了一年的演员 并塑造了爆款剧的出现 再加上双方见面会都满满的对方元素 当对手戏演员被提到时 就算是同事关系 当场冷脸是多不理智的行为 更何况是眼下自己编造出来的冷脸 要知道 这么长时间 关于双筋CP热度不断 这一切与秀贤可脱不开干系 这句话是无可争议的 因为很明显 从最早的德国INCE能延续一月 到德国酱料没有之后的持续升温 7月初韩梅的集体LoveStagram问询 金志愿台湾厂时金秀贤的台湾 我们志愿的喊话 有些伪粉不想提到这些 是因为这与他们的核心信念向矛盾 吉秀贤从未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 也从未为生活中对CP话题做出过贡献 给他带来混乱和不适的总是存在的 7月删照风波上KBS新闻 对他来说比人们喊金志愿的名字更不舒服 特别是在他们眼中没有约会的话 但是这些自诩追韩星的粉丝 真的有了解过韩国的明星文化吗 对于恋情 自始至终都是光速反馈 出道至今零飞闻的两人 能允许风波持续延烧 金秀贤不管是今年面对金赛伦 还是林纳荣 什么样的反应真的没见过吗 金志愿戏剧爆红多次 但每次被男搭档吸血 不都是因为他歌席飞速 让对方提纯 再加上韩芸明星承认恋情的方式 一公司以及个人公开 二公司回应一人私生活无法确认 三权方面不回应 7月媒体问询 双方公司根本就没有理会 内容全靠根据反应做出报道 用欧森的熟人说明当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是刚刚提到的KBS新闻里 明确说了 没有收到当事人回应 这就好笑了 小报社资讯满满 大电视台吃了闭蒙羹 哪家艺人拎不清轻重啊 金秀贤当天的面部表情 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反应 是不是假装的 所以 这些独尾们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这件事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而不是金秀贤 在金志愿的澳门和雅家达粉丝见面会上 人们也高呼秀贤的名字 但他选择不回应 而在我们提到改节奏的香港场 所有人都在聊他听到了大家喊金志愿 但是也有人用场地大小来说是 说根本听不见的舞台上 不过他就更新 开头就是很大一声的金志愿 怎么没人说 他发布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情 有粉丝提到 我想说金秀贤 你比白贤又更狐狸啊 其实他每场都有听到 大家在叫金志愿的名字 然后用不同方法暗示来回应大家 他有收到 大家有看到他叫名字之前 AK都压不住的笑容吗 然后故意慢慢一字一字的叫金志愿的名字 叫了过后就装傻 又停顿了一下才竖起大拇指 我觉得他就是要看这种盛世场面 而且很享受在其中 他是一个资深艺人 而且在娱乐圈多年 怎么会不知道他一举一动带来的影响呢 所有人都知道 他本有机会忽略他 而不是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所以他的做法是火上浇油 能说出这样话的傻子 是真把金秀贤 当刚入演艺圈的新人了 阮麻